妈妈不断询问孩子状况 救护人员实在不忍心说实话 因为男投在送医途中已经宣告不治 黄庆一家人开休旅车出游 在台东小野柳路段突然越过道路中线 撞上对象游览车 快闻出来我就带着不对了 怎么这样 上来东西我就倒下去 当时黄妈妈开着车先生坐在副驾驶座 后座13岁姐姐和9岁弟弟 在没有刹车之下撞击受到重创 游览车上进香客第一时间赶紧抢救 对我们就抱出来的 因为她妈妈被夹住嘛 孩子是从外面可能反弹创造 创造就反弹过来 疑似疲劳驾驶酿样货 全家人开心出游 最后却天人永隔 GTV新闻综合报导